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登机者护照姓名 二 出生年月日或护照号码 三 裁检日及报告日 四 疾病名称与检验方法 五 检验结果 入境后也提醒您配合居家检疫规范 留在家中或检疫地点不要随意外出 感谢您配合防疫措施 共同守护您我的健康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央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等你来看 金融市有九成以上的山坡地 很多山上老旧社区的管线是年久失修 漏水严重 动不动就停水 让居民相当困扰 经过立委蔡市应争取 要求自来水公司 针对西定路132项高地供水 全面更新接管 老旧的自来水管线总算要更换 居民开心的贸语出来讨论 提供意见 西定路132项高地供水 因为水压不足 加上设备老旧 市议员张炳君日前会刊发现 向立委蔡市应陈勤 办公室主任林明志 邀请自来水公司人员到场会刊 针对更换管线 有了初步的共识 我们西定路132项 这边的自来水公水的问题 事实上长期困扰的民众 那这次张炳君议员 来拜托我们蔡市应立委 服务处协调自来水公司 跟相当团一起出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们是预计 要求在会后之后 开始针对132项 所有的住户进行调查 那需要把歉意表位 跟做工程改善的需求 全部提出来之后 我们在年后就开始进行改善的工程 那这项工程 预计可以把所有的132项 未来自来水的 供水的这个问题 全部改善完毕 这项自来水改善工程 预计在统计完成之后 明年初就会进场施工 将有效解决 西定路132项 高地供水不足的问题 记者黄绍明 金融报导 现在国旅正旺 金融市政府不落人后 推出了山海优良食材 邀请了12家在地餐饮业者 用基隆土蜂蜜 山药 树莓 黄金蟹 透抽 等山海食材 设计了15道料理 强调用好食材 创造好料理 大家吃了 有好心情 揪拌一起来基隆玩 满满一锅的海味 有黄金蟹 透抽 搭配蔬食 基隆知名的渔夫锅 挑动 考克味蕾 而文明全国的冠军 海味炒饭 用台湾地图做造型 米粒融合在海味里 粒粒分明 但唯一不变的是 坚持选用本港食材 主要是我们基隆的咸小卷 还有虾米 还有鲨鱼烟 鱼饭飞蛋 鱼松也算是我们 我们基隆钻鱼 出产的 因为我们自己 也有在出产鱼松 有新鲜的海产 当然也有山产 基隆马林山区出产的山药 结合烘焙业者 制作山药玉泥卷 山药搭配奶油 爽口不油腻 山药为主 有80%的基隆山药 20%是用鲜奶油去做 做调和 而被选为国宴入菜的基隆树莓 制作成树莓奶酪 土蜂蜜制成千层蛋糕 每咬下一口 都是满满好滋味 口感刚刚好 也不是会特别甜 它的蜂蜜觉得很 很饱满的感觉 爬上路口 鸡化 基隆化 基隆最有名的 这个在冬天就是山药 基隆有原生种的山药 虽然量不多 但质地是最精良 而且通常都是销到台北的 这个日本料理的餐厅 所以如果大家能够 冬天来基隆 就可以享受不一样的 这个品质最优良 行销基隆山海的优良食材 基隆12家在地餐饮业者 用山海食材做出15道料理 要将基隆的山珍海味 一次推荐给大家 这除了有大餐之外 有锅品 我们甚至还有特色的料理 跟我们的甜点 还有饮品 那这些我想 不只是我们所谓的料理 一般来讲料理料理 都是中餐 我们还有中西合并 所以在这些优责的食材 我们透过我们有12家店家的共同合作 让我们创意出很多很特色的 基隆市山海城市 有新鲜海产 更有精致的山药 树莓等精致农业 市安府邀请了料理达人大集合 三线海鲜 携手合作 要拼基隆的冬季观光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你有尝过分子料理吗 清国学院餐厨系学生 在经营食物课程上 以中西合并的方式 展现基隆在地食材的美味 征战各领域都有亮眼的冠军 落袋的学子功力 让与会来宾眼睛为之一亮 广东泡菜卷 右香炙烧牛 凉粉卷鲜酥 一次排开 依序品尝 开启顾客味蕾 以中餐餐点 搭配西式摆盘的 还有这菌菇爆鸡汤 以口感层次丰富的蒸蛋为基底 香菇鸡汤汤头在上 不止暖胃 更能感受多元的好滋味 而展现基隆在地海鲜鲜甜的 还有这道橙香小卷沙拉 搭配新鲜柳橙和紫酥 所调配出来的酱汁 让海鲜的好滋味大跳跃 我们是用小卷 那就是现在是盛产的小卷 那我们是用1.7味粉 跟一点盐跟糖去做腌制 腌制之后去用烤 烤了大概全熟 然后它是会带一点嫩跟一点水分的 我们第一个主菜是肉类 是鸭腿跟脆皮猪 那鸭腿是用中式的卤的鸭腿做饱 但是我们是用西式的油风去做 所以它的会非常的嫩 但是它有中式的酱油香跟药材香 那脆皮猪的部分 我们这是把皮去掉留油脂 那让油脂去烤出它脆脆的感觉 那也不会过硬 对所以做一个口味上搭配 那我们配的主食 淀粉配的是米糕 米糕是酱香米糕 用少许的香菇跟虾米去跟酱油去做 那它的味道就是淡淡的香菇香跟酱油香 海鲜的部分 海鲜我们是使用剥皮鱼 因为现在基隆盛产剥皮鱼 那我们是用日式的味噌去腌的 那提早腌好 提早把它刮掉 它就不会太 味道太重 那虾子的部分 我们是以碧碰糖的方向去发香 另外在甜点及饮料的部分 分别是由各大赛中夺得金牌的同学负责 像这利用分子技术 将咖啡转成不同形态的咖啡波波 加入热带水果香蕉 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这杯是奶香咖啡波波 然后它是用分子料理技术 那用分子料理去把咖啡的液体 去把它结晶化变成不一样的形态 那再搭配牛奶跟一些香蕉 去做的一杯特别的饮料 还有这模拟橘子的茶香柳橙慕斯 以水果茶作为发香 清爽的酸甜味 富含浓厚的尾韵 令人难忘 那这次我选用的话是使用伯爵茶跟铁观音 然后去做一点比较浓茶跟水果搭配 那水果是选用我们当季的流程 然后去做一个选用 那旁边的话是做一个光糖香草的冰淇淋 那可以附有一个浓郁的香气 那有一点酸甜的口味 然后让客人的话在吃完煮菜之后 可以有一个非常爽口的最完美的结尾 热焦焦 那我们这次的餐会 对每个人在这餐会之前都有去一年的实习 那我们将这一年实习所学的技能 都可以整合结起来 这场成果发表会集结了各路好手 同学们在四年学习中征战各大赛都抱金而归 加上实习经验而展现出来的成果 受到老师的肯定 今天的主厨还有甜点的部分呢 都是一些参加国外竞赛的选手 而且是非常优秀 那他们在餐点上面也展现了很非常细致的手法 简单高贵大方 这就是我的定义新中国赛 所以我看到我们现在的厨艺区的学生 他往这个方向走 我心里很安慰 好的产品还要有好的行销策略与销售管道 透过这趟餐厅经营食物课程 让孩子在经营中与社会成功接轨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最近刚出新书的陈宏 为了要力挺市议员郑文婷的爱心冰箱公益活动 特别到就庙口奠基工前举办了签书会 协助募集百米限量一百本 一下子就发完了 让陈宏很感念基勇人的爱心 签本 先问一笔签本 可以干吗 都可以签 以阿红上菜 红片大街小巷的美食节目主持人陈宏忙着签书 为了就是力挺好朋友 基勇市议员郑文婷举办的爱心冰箱公益活动 我今天也是因为 他一段时间我就在生意 我就直接 整台车就绕车就直接来这些人 因为我对我来说 我感觉很容易 真的 真的 真的太巧合 有这样 但在这个 地平坑 都会 地平坑 都会可以 带来议员 到处定 最平坑来做这个公益 的华工 这项在基隆庙口奠基工前举办的捐百米送书的签书活动 吸引了许多民众参与 加上东区福人社与木兰狮子会等团体热情响应 限量一百本 陈宏新书一下子就签完 让与好朋友 远东泡泡兵老板 市议会 共同发起这项活动的市议员 郑文婷相当感动 我在四球领服务宿 就是我们四球路 二十六号 四球领服务宿这边 也做爱心冰箱 那陈宏跟姨慧 两位都是我的好朋友 他们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活动 他们也很热心 想要让我们这个爱心冰箱的路址 能够更加的充实 所以就引起 引爆我们三个共同脑力积枣 制成了今天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我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爱心 让我们能够再利用这个机会 来得到一些物资上的一个捐赠 那可以充实我们爱心冰箱的一些物资 可以再去用这些物资 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这些关怀户 郑文婷表示 募集的白米将转正给需要的家庭 希望在寒冷的冬天 让弱势民众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记者张琪辰 金融报道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台湾国乐团即将演出双协奏曲之夜 好事成双 以三首协奏曲 六位音乐家展现国乐团的默契 其中国乐团首席敌演奏家刘真凌 与声演奏家陈其米 带来第一敌声协奏曲 要挑战极高难度的曲目 国乐团首席敌演奏家刘真凌 与声演奏家陈其米 带来第一敌声协奏曲 速度极快的半音阶 考验演奏家的稳定性与协调性 由德国现代作曲家 为国乐团量身打造的镜子与圆圈 结合琵琶与提琴 表现中西文化相遇时的反射与追寻 还有槟榔传说 则是结合清澈甜美的高湖 与浑厚沧桑的中湖 诉说一段夫妻相隔的神话传说 好事成双协奏曲之夜 由知名指挥家刘江斌发响 以三首协奏曲六位音乐家 凸显优秀团员的精湛技巧 也展现十足的默契 既有传统又有创新 然后最重要是要 他不假外人之手 希望能够让凸显乐团的特色音乐会 我就左思右想 你除了量身打造没有别的方式 所以我们就开始思考 如何能够凸显团员的这个 那当然我们团团员首先最想到就是为两位非常优秀 他不只是团体非常优秀 我认为是台湾现在最最最优秀的管乐演奏家 就是这个曲子大概他们演完之后 也很少人能演 大家等一下可以听一下 是非常的精彩 台湾国乐团好事成双双协奏曲之夜 将于12月4号晚间在台湾戏曲中心大表演听登场 团员们极致的演出 将带给乐迷们一加一大于二的音乐感动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道 2021第13届TIFA台湾艺术节 邀请国内外顶尖的艺术团队 推出19档节目64场演出 因疫情将才两阶段来销售 国内节目在12月售票 国家交响乐团及国外节目 将在2021年的2月才会开放售票 用琵琶与首风琴演奏改编自蒙古乐曲的七拍子 还有用舞蹈探讨多元平等的阿中与我 都为艺术带来新的启发 2021第13届TIFA台湾艺术节 邀请国内外顶尖出色的艺术团队 推出19档节目64场演出 将在国家两厅院与门剧场隆重登场 你可以看到各式各样子的演出 然后从不同的族群的背景 从不同的演出的形式 那或甚至于是像我们这次有周初毅跟阿中他的这个阿中与我这样子的作品的出现 我在一定程度上都觉得这好像不只是疫情的一个反弹 而是终于有这样子一个机会 我们可以一次的展现出台湾真正那个文化力的力量在哪里 2020年TIFA艺术节受到疫情影响取消演出 也让艺术家们累积了丰沛的创作能量 将带来十二档精彩节目 两厅院也做好准备 要展现台湾艺术文化大爆发的力量 因为2020的TIFA的取消 导致于我们明年的节目里面 国内的团队的演出比例非常的高 那当然现在其实国外的团体能不能够来台 我们到现在虽不放弃 可是他很难说不会受到疫情的影响 那很有可能他说不定到最后变成是一个 以台湾节目为大量的一个TIFA 那这个是从来很少有的状况 那但我也说其实再坏的事情 它都有一个很大的收获 那今年最大的收获于我而言 就是看到台湾文化艺术能量的大爆发 2021TIFA台湾艺术节将才两阶段销售 国内节目于12月起售 国家交响乐团及国外节目将于2021年2月起售 希望打造民众与艺术最近的距离 展现在疫情中台湾文化复兴的力量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桃园市政府 为了让民众更认识在地的历史 因此在民国108年 将桃园唯一的日治时期 警察官吏派出所 以旧城、商圈、文创三个面向 进行原貌修复 并在12月1号正式开放 欢迎大家来桃园大庙 以魁派出所建筑近百年的变迁 走进古色古香的桃园市景福宫 周边的建筑不仅充满文化特色 同时位在景福宫东侧的大庙口派出所 不仅拥有将近百年的历史 同时也是目前室内仅存的 日治时期警察官吏派出所 而桃园市政府透过整修建筑 也正式重新开放 这个派出所是在日治时代 它在一楼是做大庙口派出所 二楼是做保甲的联合办公室 那是结合了清治跟日治 两个时期的特色 那尤其景福宫在旁边 跟桃园旧城的发展 有很密切的关系 那我们今天是用了将近 两千万的经费修复 那将来可以结合旧城 包括商圈、包括文创 那我们可以把这三个元素加进来 那我们也希望跟景福宫合作 能够把宗教的庆典 把它转型成为文化的庆典 让大家看得到旧桃园城 历史的这个轨迹脉络 桃园市政府为了让民众 更人事在地的历史 因此从民国106年 将大庙口派出所登陆为历史建筑后 随即也在民国108年 已旧城、商圈、文创三面像 进行原貌修复 期望要让大庙口派出所成为 桃园旧城重要的文化地标 大庙口派出所在修复完工之后 二楼的部分呢 我们会主要第一档的展览 先做的是 特安的德鲁 这样子的展览 那主要是要唤起就是说 这个空间当时候在整个桃园城 发展过程里面所扮演的角色 那第一档展览很大的部分 在介绍大庙口派出所 这个建筑物所在空间里面 它的历史的脉络 从旧桃园城的那个 十一柱形的各种角度来做呈现 目前大庙口派出所在经过桃园市政府的修复完工后 于12月1号起正式开放给民众参观 另外大庙口派出所的二楼 也有举办桃园旧城发展史特展 并展出建筑构建与老照片 借此要让民众一窥派出所建筑近百年的变迁 记者王中军团队报道 不会让长辈留下一个难忘的回忆 巴德区竹枭社区发展协会 在关怀据点活动中 举办时光旧四正好 爱情不老婚礼 许多长辈们穿着美丽的婚纱 拍照圆梦 还携手走红毯 象征坚真的爱情 画面中的新娘正在做最后的梳妆 打扮就是竹枭社区发展协会 与世界和平统一家庭联合会 所办理的爱情不老婚礼 邀请社区内近30对的夫妻 重新披上婚纱 共同完成甜蜜小游戏 现场即温馨有欢乐 竹枭社区在巴德区 是属于比较农村型的社区 很多的长辈 他以前结婚的时候 可能还没有穿过婚纱 办理这个不老婚姻的活动 大家反应的非常好 每天看他们这样子晒得黑黑的 妆画画都蛮漂亮的 希望他们每个人都快快乐乐的 在社区过个美好的日子 主办单位精心为太太们 预备婚纱礼服 为先生们准备领结 不仅让许多长辈们 穿着美丽的婚纱 拍照圆梦 而彼此携手走红毯的桥段 更象征夫妻彼此坚持的爱情 为走过的多年岁月留下美好见证 非常非常的兴奋 因为我们结婚四十几年了 然后本来就要穿婚纱 然后一直没有机会 那今天有这个机会 非常非常的荣幸 我们现在是两老相依为命 非常谢谢你妈咪谢谢 感谢社区办了这么有意义的一个活动 让我们的感情更深温 更加互相的疼惜对方 谢谢老公对我的疼爱 对我的照顾 巴德区逐销社区老年人口超过百分之十二 考量到有些老人家当年结婚时 因为家里贫穷没穿过婚纱 因此才会办理这次的婚礼 希望所有长辈都能幸福美满永远快乐 记者有家于桃园报道 接下来又带你来看 今年初刚加入桃园市消防局 大南分队的菜鸟消防员陈瑞军 首次参加2020总统杯健身健美锦标赛 一举夺下新秀组冠军 真的不简单 画面上认真重训的陈瑞军 是今年1月才分发到桃园市消防局 第一大队大南分队 平常热爱重训的他 今年首次参加2020全国总统杯 健身健美锦标赛就栽下 一座冠军和一座亚军 表现相当优异 当病的时候选择消防医 然后看到里面的学长 有在运动的习惯 那就是请教学长 那渐渐就爱上这项运动 能够把平常训练的 然后把自己的体态展现出来 然后在台上 然后跟一同共同兴趣的爱好者 然后一起竞争 然后一起训练 一起成长这样子 大学毕业后的陈瑞军在基隆 担任消防替代役 一年不只对消防的工作产生兴趣 同时也开始接触重训的领域 而对于消防工作 以及重训两者之间的取舍 他表示自己都有按照计划进行 不过也提到分队的美食诱惑很多 其实训练过程 其实最辛苦最辛苦 我个人觉得是饮食上面 因为其实你有良好的饮食习惯的话 基本上你要维持体态 其实是很容易的 但其实我们这个工作 常常常常常会有需要 可能出勤 我们出勤累的时候 可能会需要吃宵夜 或是喝饮料 那这时候你就必须忍 然后等到比完赛 然后之后我们再报复性饮食 第一次参加全国总统 被健身健美景标赛就拿下好成绩 陈瑞军表示 原先只是抱着学习的心态 没想到可以得奖 未来也希望可以一路参赛到30岁 同时努力做好消防的工作 能够达到不一样的人生目标 记者尤嘉宇桃源报道 银歌区凤鸣里 继机器人公园后 再利用闲置的空地 完成豆豆龙公园 以恐龙GRC地井为主轴 起用当天还在沙坑里 埋了化石恐龙蛋 让小朋友们来挖恐龙化石寻宝 十分有趣 位于银歌区凤鸣重画区内的 豆豆龙公园 在新北市副市长陈敬纯 银歌区长施明慧 市议员苏鸿青 凤鸣里长陈芷柔 共同接牌后正式启用 这是新北市第四十处 凤鸣里第二处特色公园 邻近社区的民众都非常开心 多了一个遛小孩的好去处 因为我是住附近的 觉得刚好就公园开幕 就带着小朋友在这边玩 其实还还不错啦 就去沙坑 就小朋友在玩沙子 而且是有分水 所以说夏天的时候是比较深入 好玩吗 好不好玩 你喜欢玩什么 喜欢玩沙子 喜欢玩沙子 有没有找到恐龙岸 豆豆龙公园主题为恐龙水世纪 将恐龙意象及造型水设施 融入游戏场 并以公园中央的游戏广场为设计重点 配置沙克及山形汤泡网 丛林感的苏铁落铺与绝类水雾 以及长眼的三角龙化石地景为设施 所以我们这次这个豆豆龙公园 是由金融我们地方上来票选 大家比较喜欢这个比较亲民的 一个豆豆龙的名称 所以我们这次的这个 星光处针对这个公园的造型 我们就采取 洪龙的一个造型 丛民里长陈子佑说 有别于机器人公园 豆豆龙公园是否学龄前的儿童使用 希望照顾到不同年龄层的小朋友 我们丛华区这边有很多的社区 那这些大楼社区的那个住户 对他们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休闲的地方 因为之前的经验 就是我们在机器人公园那边的 那个公园滑梯 比较适合年纪比较大的 所以呢我们这边就做一个 是很年纪比较小的 公园周边有不明国小 居民孩童及老年人口众多 公园启用后也让邻近的民众 有了更好的休闲设施 记者沈金华新北采访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第一天 都是权词中的 有同志权词中的 我们下午权词中的 共同志权词中的 优优优独 ass 也有两个人 除了 坏大火 这是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